随着拜登政府的运行逐渐步入正轨 世界尤其是中美总算进入了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 对于中美关系的正式定位 拜登在2月4号国务院首次救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发表演讲的表态也已经明确 基本延续了去年大选前中国是最大竞争对手的表述 只是在这里面又加上了一个最严峻的修士 对这样的表述国内民间舆论场还是很不满意的 虽然竞争对手这样的定位比特朗普时代对中国的威胁甚至敌人确实温和了许多 拜登也表达了在一些领域与中国缓和关系乃至重新合作的态度 但相较于上一届民主党政府也就是拜登任副手的奥巴马时代 拜登政府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倒退 毕竟拜登将直面中国的经济恶行反制其咄咄逼人胁迫性的行为 顶回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的表述 也与上届民主党政府的对华认知已有天壤之别 具体来说微信和TikTok或许能有一定转机 一般经济领域的贸易战也有能有缓解 甚至孟晚舟事件都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但在核心技术领域光刻机买不到依然买不到 华为该被制裁依然会被制裁 半导体工业软件这些卡脖子技术的封锁 即便使作用特朗普已经下台 但拜登政府依然不大可能松口 这无疑会让很多对拜登政府有所期待的人所望 毕竟虽然反华已经成为美国朝义共识 但民主党作为美国全球化势力的政治代言人 在对华关系上一向就相对开放 其实背后金主也都在中国有着大量利益 甚至拜登本人在奥巴马时代更是以清华形象示人 有这些因素在很多人还是憧憬着 拜登能够最大限度地延续奥巴马时代经济领域的对华温和风格 在全球化分工合作的大框架下延续着中美经济的共赢 而非像特朗普时代一样用粗暴蛮横的手段 破坏这套行之有效 让中美都大受其意的分工合作体系 但拜登终究还让这部分吃瓜群众失望了 不过这其实也不让人意外 除了中美政治关系冷华的宏观大事外 其实在经济领域中美经贸关系的内涵 与十年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奥巴马时代 中美不管在政治上是冷是暖 但经济上两国还是配合很默契的 虽然小的摩擦不断 但整体而言 美国向中国敞开市场 并对华大举投资 中国则利用美国的投资和巨大消费市场 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工业体系 向美国乃至西方出口大量廉价工业品 但这种核习共赢 是有特定时代环境和基础的 彼时中国虽然工业规模巨大 但质量不高 橙色有限 主要集中在中低端领域 所以中国工业的发展 虽然间接加速了美国中低端制造业的外流 但并没有对美国核心技术领域造成冲击 换句话说 并没有威胁到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立国资本 而且中国廉价工业品的流入 表面看让美国普通制造业遭受冲击 但实际上却已大幅压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让美国得以用滥发美元收割全球的同时 避免内部社会矛盾 重燃激化 所以在十年前 中国提供廉价工业品 美国提供资本和消费市场 这个交换和捆绑 无论是对中国还是美国 都是互利互惠的 当然 这种供资背后也存在一些对双方都不利的结构性问题 比如中国低端产能快速扩张 外汇储备乃至国内一些资产被滥发的美元不断收割 美国则产业空心化加速 贫富差距增大 社会矛盾增加 但从整体角度来说 双方合作还是利大于弊 这笔买卖划算 但十年过去 现在的形势与当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首先 传统中美经济合作的负面效应 越来越逼近双方承受力的缺值 对中国来说 通过给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打工卖鼓励 中国建立的庞大完善的工业体系 这在工业化早中期 确实是有积极作用的 毕竟当时一穷二白 能把工业体系建立起来 就已经能吃到大量好处 但随着时代发展 中国工业体系的传统根本扩张 已经逐渐到头 毕竟消费市场是有天花板的 大家就只能消耗这么多 你再疯狂扩充产能 东西造出来卖不出去 就只能搞低价倾销 亏损不说 还加剧整个生产端的内卷 这就是中国这几年 免临的形势 积累了大量的低端产能 边际效益越来越低 而且低端产业利润有限 无助于民众财富进一步积累 和国力进一步增长 反而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环境负担 而美国方面也越来越不舒服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 整体而言 美国是从中国工业扩张中受益的 毕竟这等于整个中国给美国人打工 而他们为此支付的 仅仅是自己美元而已 这钞票不是黄金 只是美国的信用货币 只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不倒 他们想印多少就印多少 而且他们不仅可以用印出来的绿纸 买中国实打实的工业品 还可以用他们直接投资中国 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收益 这看起来是很爽 但也逐渐衍生出两个问题 首先 虽然印绿纸换食物的模式是很爽 但这一切是建立在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基础上的 如果美元丧失了世界货币的功能 那这套模式也就倾客作废 而不断滥发美元 实际上就是在消费美元的信用 虽然美国底子确实够厚 足够它消耗很久很久 但再后的家底就这么搞下去 早晚也有坐着山空的一天 其次 滤纸换食物 这套模式虽然整理上 让美国收益丰厚 但在内部分配方面却出了问题 即绝大部分的收益被资本攫取 普通民众并未从中收益多少 反而要承受产业外流 带来的失业和降薪 这个问题如果是在中国是可以解决 至少是可以缓事的 中央集权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政府有能力 也有充分的道德合法性 去进行财富再分配 财政转移支付 扩大全民社保医保 扶贫等等 通过这些手段 把部分财富从资本手中拿过来 转移到暂时未参与到 财富进程的平民手中 但美国是分权制衡之下的 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正常情况下 联邦政府既没这个能力 也没这个道德合法性 去割资本的肉 帮扶失落的平民 鉴于上面这些问题 今天的中美经济合作 其战略基础 已经远不如十年前 二十年前那样牢固 曾经的高度互利互惠 合作共赢 在今天的形势下 裂痕甚至冲突 已经越来越明显 站在中国的角度上来说 随着工业量及提升 带来的边际效益 急去衰减 且要进一步发展经济 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便要走向产业升级之路 而这势必会对 美国核心科技领域的优势 造成冲击 而核心科技 乃是美国霸权的基础 美国对此自然要竭力阻止 而阻止的方法 就是在关键技术领域的 封锁和限制 而这种封锁和限制 又反过来 进一步加剧了 中国的向上突破的欲望 中国通过出口 赚取大量美元 现在传统规模扩张 逐渐到头 这意味着 传统的海外资源采购 已引进峰值 剩下的美元 要想产生财富增值效应 必然要去追逐 高尖尖科技和设备 而美国在这些方面的封锁 或者高溢价出售 等于是让中国 辛苦赚的美元没处花 或者说 花不到正确的地方 最终只能捏在手上 最多买点超低收益的 美国国债 然后在美元的 一波波无节制滥发中 不断贬值 这相当于 不仅限制了 中国的上升空间 还变相剥夺了 中国的现有财富 这种情况下 中国当然要搞 产业升级和科技突破 不光要通过科技和产业升级 找财富新增量点 同时也要趁着 美元不断贬值的契机 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推动新能源 对石油的替态 摆脱美元依赖 减少被廉价美元 不断耗羊毛的损失 这又反过来 威胁到了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中国不仅是 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同时也是世界工厂 除了石油 这个工业之母 中国出口全球的 大量工业品 同样也是美元 作为世界货币的毛 只有世界都离不开的 中国工业品 用美元交易 美元作为全球通用 各国普遍认可的钱 才有坚实的保障和支撑 美国当然要阻碍 中国的科技 产业升级 以及人民币国际化 而办法 除了运用自己 尚存的政治和军事优势 孤立和打压中国 增加中国周边局势不稳定性 以反向突出美元的避险功能 此外 就是在严厉封锁 高科技对华出口 阻碍中国产业科技升级的同时 积极推动 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的替代 削弱中国产业升级 基础支撑的同时 瓦解中国人民币国际化 削弱美元霸权的战略基石 这就是现阶段 中美经济关系的实质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 中美这两个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和战略支撑 围绕全球化而形成的 合作共赢基础 在逐渐衰减 利益分歧和冲突 却不断增加 这种此消彼长 意味着 即便两国整体上 依然认同全球化 两国之间的利益和战略分歧 也导致了二者 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 来完善自身的筹码 增加自家经济体系的安全保障 哪怕这种巩固和增强 会导致全球化产业链 和分工合作受损 效率大大降低 也顾不得了 这就导致了 全球范围的高度内卷 在利益分歧和冲突 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 以中美为首 世界各主要国家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确保自己 不被竞争对手所坑 都不得不 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 留一手 推动产业链的回归 或者基于自身利益的重新配置 而这种不经济的回归和重新配置 自然会大大降低 全球化分工协作的效率 当仗制和战略安全 取代经济性价比 成为全球化过程中 各主要国家 越来越重要的考量筹码 人类范围的过度建设 重复投入就不可避免 比如中国半导体制造方面 开启的强力投入 就是在美国战略围堵下 不得不为的防御性资源消耗 而美国方面 为了阻碍中国 而积极推动的产业链 从中国移出 同样也是无视中国 既有产业优势 而强行行之的不经济之举 这一切都加剧了 全球经济存量的深度内卷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内卷 表面上看 这是出于美国意料之外的 中国高速崛起 让美国产生的应激反应 但本质上 这其实还是美国科技发展停滞 导致的恶果 作为人类科技的高低 美国既然想用美元霸权 持续收割全球 那么根本上 应当依赖于 其科技的不断突破和进步 只有科技的突破和进步 才能为人类世界 创造更多的财富增量 而美国作为这种增量的创造者 就可以利用这种先发优势 不断拉大与后发展的距离 让后者既可以通过尾随追赶 而获得财富增量 又不至于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 换句话说 就是心甘情愿地给美国打工 就像过去20年 中国所做的那样 可美国这20年 并没有发展出 什么革命级的科技突破 而在此过程中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既有成果 又已被逐渐吃干抹尽 这种科技停滞 人类财富增量 果足不浅的大背景下 后面辛苦给美国打工的国家 当他们度过了 早期吃美国不要的破烂的阶段 想获得进一步发展时 自然会不可避免地 逐渐触及美国经济的核心领域 曾经的日本 德国 现在的中国 都在充当这种角色 美国竟然无法用科技创新 来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 那按照和平的逻辑 他却应该接受这个现实 放弃这种利用美元霸权 隐朝收割全球的舒服日子 毕竟这种日子 是靠文明程度的领先来保障的 既然不能引领人类 自然就不应该再享受 但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简难 一旦过上印钱 就能换东西的好日子 再想回到从前 就不可能了 所以美国必须捍卫自己的地位 既然不能通过科技创新 开辟财富增量 来拉开与追赶者的距离 那就反过来 通过压制追赶者的脚步 来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 哪怕为此造成全球化产业链破碎 人类世界被迫深度内卷 将资源浪费到毫无意义的传量竞争 甚至因此阻碍到人类 对无人区探索的资源投入 阻碍到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触发 也在所不惜 曾经的屠龙少年 忠诚恶龙 这种事情 不仅发生在阿里巴巴 这样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同样作用在今天的美国 当面对科技平静时 他们共同的想法 不是资源投入方面 对先进科技领域的熬引 而是利用自己的既有优势 和垄断地位 对后来者的阻碍的打压 以维护自己的既有成型的吸血模式 不被取代 这是很可悲的 但也是无可奈何的 阿里巴巴这样的商业巨头 想搞垄断 可以有比他更牛掰的反垄断法来收拾 但美国上面可没有一个太上皇 所以中国作为后来者 只有一切自己来抗争 既然形势决定了 美国已经丧失了 靠科技创新 维持优势的信心和勇气 越来越依赖于 靠垄断吸血模式 决力的道路 那么中国无论是为自己 还是为了人类文明的未来 也只有举全国之力 加入到这场存量财富的博弈和竞争中 在竞争中壮大自己 获得足量的资源 然后再将这些资源 投入无人区的探索 投入到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攻坚和突破中 并最终在这个过程中 打破美国的前置 也打破人类科技的结界 最终成为新一轮 人类科技和文明的开创者和引领者 以存量博弈入 以增量突破出 这就是现阶段中美竞争中 中国的唯一道路 也是美国丧尸昔日的屠龙气概后 人类文明下一轮披荆斩棘 开辟全新时代的最大希望